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e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PortKiss的監看螢幕 分解 這個螢幕是我在兩年前買的 大概八千塊九千塊左右 所以算是很便宜的垃圾螢幕 就是純構圖 它的顏色那些全部都是非常不準的 就是構圖專用螢幕 之前我是放在穩定架上面 當監看螢幕來使用 也沒有需要什麼準確的顏色 但是兩年之後它就故障了 它就完全黑盆 我們裝上電池來看看 它除了螢幕之外其他都是正常的 像這個小綠燈它還是有在亮 那背光的元件它還是有亮 只是它完全就沒有畫面 大家買PortKiss的螢幕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這一個螢幕 才過兩年過保了 然後它們又停產 所以它們完全不維修這個產品 真的瞎 所以我就只能把它丟掉 這樣很浪費 這個售後服務非常的不好 如果你還是對PortKiss的螢幕有興趣 你可以看我兩年前做的一個review 所以PortKiss壞掉之後 我買了一個新的監看螢幕 希望它不要兩年之後又壞掉 這裡有一個萬元監看螢幕的大集合 所以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接下來我們要來分解這個PortKiss監看螢幕 那你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如果 我把它分解之後 看看有沒有辦法 不小心就把它修好 那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它完全修不好 那我們就只好把它全部分開來 來看裡面到底長怎樣 OK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桌子上這些奇怪的工具 來分解這個監看螢幕 那我們就 先把它拆開唄 1 2 3 4 5 5個螺絲 YES YES 打開唄 我是覺得很瞎啦 這個維修如果這麼簡單 一個螢幕這麼簡單就可以拿下來 他們去不維修 還要叫你買一個新的 那 我也沒辦法 你看這個 生產日期 2016 12月6號 這沒有在唬爛啊 就真的使用兩年 它就故障了 就 真的很瞎 好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推測是 這個 螢幕有問題 那裡面的控制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想辦法 研究一下這個螢幕 到底是 可以可以耍什麼花招 可以 碰一碰會不會忽然修好 之類的 來吧 我們裝上電池 什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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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竟然修好耶 是發生什麼事 來來看看 線的問題嗎 不知道是哪一個元件有問題 它就是 要敲它就修好了 然後 它就會 逐漸慢慢黑 慢慢黑掉 然後到黑色 太神奇了 這我常常沒想到 竟然 這樣就 把它用好了 我們來看看 哪一個 部分 摸到啊 還是敲到 可以把它修好 這真的超瞎 這就是最簡單的 排線的問題啦 就是 你的線 只要稍微 到某一個角度 整個就恢復了 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為什麼不幫我維修 到底是怎麼樣 好 酷 先關電吧 希望今天可以把它修好 真的太拔剌了吧 就是這個軟軟的排線問題 像這個螢幕使用很久會很燙很燙 這個排線現在看起來有一點點變形 應該就是因為很燙很燙的原因吧 看起來整個 都還 很完整耶 因為這個排線已經損壞了 所以 修好沒修好也沒差啦 好 好又確認了一下 發現 不是這一小段 是中間這一個 是哪一個呆呆設計的人 把這個電線折了180度 整個就是 這排線就會壞掉 而且又在這麼高溫 這個螢幕應該熱起來應該也有 可能70度 60度一定有吧 780度 就很燙很燙 這樣子 只排線 這樣亂折 這設計真的是太拔剌了 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排線太短了 如果你讓這一條線 不是折90 不是折180度的話 它的線就太短了 所以我的想法是 可能把這整個螢幕拆下來 整個顛倒 欸 不行啦 因為這個接點 它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你一定要往某一個方向 如果反過來接 它就是黑屏 沒有辦法 啟動 所以180度大旋轉 就是 沒辦法 好 宣告不致 我把電線 可能 就一直 180度 然後又把它折平 所以 它應該是 線是徹底的解體了 它連亮都不會亮 但是這個情況 如果外面買得到 這個小小5寸螢幕 一樣的尺寸 那理論上是 可以直接再把它換上去 OK 所以 經過一番討論之後 我問了我的uncle 問了我老爸 就是 uncle是說 如果要換一個螢幕 你一定要找一個一模一樣 因為你不確定這個排線 它的位置 它可能 做了一下更改 然後 整個功能就不一樣了 所以 很難找吧 接著它就傳給我一個網址 就是 可以客製化排線的公司 那 我看了一看我的排線 其實我的排線是排線 直接接到一塊 不知道這是什麼的控制板上面 所以我 真的 沒辦法自己去 更換一條 中間這一段排線 一定要整個控制板 整個就換掉 那 所以表示 我 找不到任何東西可以替換 那Daddy也說這是特製的排線 然後上面的控制也都比較麻煩 所以我覺得 維修好 就是我自己維修好 可能還要花好多錢 然後好多時間 那不如 我們就來 分解這個螢幕 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OK 所以現在就是分解 時間 我們就先從螢幕下手 螢幕就這樣起來了 OK 螢幕的背光燈條被我拆下來了 嗚呼呼 一個 超級 嗚 雙面鏡子耶 超級反光鏡子 嗚呼 這是哈哈鏡啦 下一層是這個什麼奇怪 哇塞 這個是放大鏡嗎 這好像可以當什麼濾鏡 放在鏡頭前面就很帥 這就是最後可能一兩層吧 我也不想再撕 因為玻璃已經破掉了 怕掛到自己 還有一層 玻璃保護貼 就這樣 接下來我們來分解這個螢幕的裡面吧 看裡面到底長怎樣 出來咧 哇塞 它的塑膠殼感覺品質還蠻好的 而且也沒有什麼銳利的粗粗的邊角 它整個塑膠做的 我覺得是算非常 非常好的 空空的軀殼我們就先放旁邊 我們繼續看這個神奇的 這主機板其實還蠻堅固的 它所有的東西直接都砍在上面 然後像是最重要的開機鍵關機鍵 它也用得非常牢固 不會什麼輕輕推它就斷掉之類的 感覺做工是還不錯 在很多主機板上 這個耳機孔是一個最脆弱的地方 但是它 鎖的 其實 非常牢固耶 就是把它黏得很緊啊 真的還不錯啊 然後這板子上面還有很多處理器啊 不知道是在處理什麼的 最酷炫這個中國公司的板子裡面 竟然有寫台灣耶 如果中國把這個東西拆開來看到台灣 他們可能就竟賣他們公司的產品 有台灣耶 竟然有台灣在一塊中國公司的板子上面 這個 多麼帥啊 帥爆 所有東西都非常牢固耶 像 如果是其他奇怪的產品的 處理器啊 這種 輕輕一斑它就會掉下來 那 其他的零件應該也是 斑一斑就會掉下來 但是這個上面 沒有一個東西是 可以拔下來的 就是 都鎖的 都把它焊接得非常牢固 Porkiz用料真的沒話說 如果不是這一條 他們亂設計的 垃圾排線 在那裡轉180度 到底是怎麼回事 哪有人這樣設計的啊 就因為 一根線 拔一個板子 這樣浪費掉 我覺得太拔蠟了 這間公司到底在想說 什麼東西都設計好好 用料也用得很好 結果就因為一條 這麼小的排線 損壞整個產品 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不是那一條排線壞掉 我這個螢幕 我可能可以用個十幾二十年 都有可能 這個主機板 其實頗漂亮耶 我還會把它放到我的 展示櫃收藏 那希望Porkiz這間 作為螢幕的公司 有看到這個 垃圾排線 希望之後的產品會改善了 不然 東西做得再好 就因為一條線的 整個產品解體 這樣 真的不優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分解螢幕的影片啦 那當然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當然按個讚 訂閱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的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 全部都是分解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